接下來要上的內容就是一個檢驗 就是我想要知道這個有機物裡面有什麼東西 我做個檢驗 我就拿這個有機飾量跟我的氧化酮去供熱 在這裡你的氧化酮是做什麼呢 氧化酮是要提供氧的 請問你提供氧的我們稱為什麼 不是 還原 不是 我給你氧 我讓你氧化所以我叫做氧化劑 所以我們的氧化酮是來當作氧化劑的 我要給人家氧讓人家可以氧化 然後把它這邊有機飾量跟這個氧化酮 在這裡加熱加熱加熱完以後呢 然後我們就開始去測試 第一個我加熱的產物那個氣體 把它通入澄清石灰水 如果如果我發現它會變成的很混濁 那表示我產生的東東是什麼東西 石油森 十五號 二氧化炭很好 如果會選它變混濁 表示我產生的東西叫做二氧化炭 這樣就證明我那個有機物裡面有碳 因為氧化銅沒有碳啊 所以你會產生氧化碳表示什麼意思 碳就是那個有機物給我的原子說 化學反應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組合 其種類跟數目沒有發生改變 所以如果我產生氧化碳 我證明有機物裡面有碳 好然後呢我們發現那個試管口有一些無色的ED 然後我們就拿我們的氯化雅菇去試一試 如果你試出來的結果 發現呢氯化雅菇試紙會變成粉紅色 那就表示那個無色的ED是什麼東西 已經沒有21號了 前面交過還問我什麼是氯化雅菇 26號 氯化雅菇如果變粉紅色那是什麼玩意兒 蛤 酸是不是很好請坐 酸 證明他是 水 氯化雅菇是檢驗水跟硫酸酸酮晶體一樣 所以他要證明有氫 因為水是氫跟氧結合 氧化銅沒有氫 所以表示氫就來自有氫飼料 所以我就證明他有氫 所以做這個實驗我可以證明 有機物裡面有沒有碳 有沒有氫能夠產生水就是有氫 能夠產生氧化氧就是有碳 但是 這個實驗不能夠證明他裡面有氧 為什麼 因為氧化銅有氧啊 所以你的氧可能是全部來自氧化銅 也可能是一部分來自氧化銅 一部分來自有機物 可是也不確定 所以在這個實驗裡面 你沒有辦法證明他其中是含有氧的 有氧的 所以 產生二氧化氧證明有碳 產生水證明有氫 但是我無法證明 有機物裡面含有氧 含有氧 這個是有個注意事項 這個我們前面有提過了 這個實驗做完之後 我們準備要熄火 如果要東西拿開的時候 請你先把橡皮管 從裡面拔起來 再把火移開 如果你先移開火 溫度先下降 壓力會變小 外面依壓那個水會倒流 會倒流 一 氏管容易破裂 二 藥品會受到污染 所以這是一個注意事項 實驗的注意事項 要結束實驗的時候 請先把橡皮管從室管裡面拔出來 再把我們的酒精跟火焰移開 這就是我們要注意的事情 很簡單 我們怎麼樣檢驗證明它有氫 證明它有氮 證明它有氮 然後呢 不能夠證明它有氧 就這樣 有問題了嗎 沒有 沒有 很好 請先課長練習